hello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呢还是在我们这个小二楼呢和大家来介绍我们的肉肉 大家看一下我们二楼呢现在是加厚 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呢又封了一层 这样呢就是来保证咱这个肉肉安全的过冻 太阳一出来呢这里面会比较 温度来说呢会比较高 现在我们这边的温度呢基本上每天都已经在这个零下 早晚的时候吧在零下左右了最高温度也就中午那会儿 五六度七八度左右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的 之前呢也和大家说过只要咱这个温度啊到了零度 最好呢是把咱这个肉肉挪到了室内就可以了 咱别折腾了养个肉肉养肉肉呢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对吧 其实现在很多肉有都觉得呢那些比较扛冻啊 或者说什么肉肉呢放在外边越冻越漂亮 但是很多地方呢因为这个大环境不同 咱这个肉肉扛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稍不注意就给它冻伤了对吧 多待一天它也不会变得有多漂亮 所以说呢为了保险期间把它搬进室内 好好的养养 那既然说到这个冬天怕冻的肉肉了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个代表性的肉肉 那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咱这个法师 法师一类是比较怕冻的 今天呢因为我们这边呢凤凰是比较多的 就拿凤凰来说 大家可以看出啊 即便是到了冬天它这个一直在生长啊 中间的部分呢还有很多的绿叶已经长出来了 很嫩 但就是因为它这个生长 其实这个法师啊一年四季除了夏天都是在长 夏天呢它会进入一个休眠期生长的缓慢 但是其他的三个季节呢它一直会长 春天和秋天很好温度会比较适宜 但是到了冬天的话呢温度较低 尤其是也刚刚长出来的这里边的这些嫩液哈 很嫩 所以说呢它就会特别的怕冻 今天早上啊 虽然我们这个棚里面温度不是那么低 但是早上来的时候碰这些叶片啊 就有一种很 那种 就是 用我们这边的话来说就是那种上冻了的感觉 很担心它冻坏 尤其是这个阳光一出来之后呢 它呀就是说中心的这些叶片呢会变得比较透明 而且呢如果说出现这种打蔫 或者说这个叶片往下搭 就这种 你看这个 就是这种很 已经开始打蔫这个叶片呢往下垂 那就说明这个温度有点低 它 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较娇贵的 所以说呢 大家喜欢法式的肉油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嗯 就是天气稍微一冷就赶紧把它转到室内吧 室内的养护呢 之前也和大家说过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哈 看这几颗都是这种情况 你看中间长了新的嫩液 好了那今天呢就选这一个代表性的肉肉跟大家说一下哈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妙招 帮助这个肉肉过冬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私讯咱们一起沟通交流 好我是小燕 本期呢先和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